从营地出发 我们继续向天鹅河的源头前进 随着海拔的升高 越野的难度也有所提升 海拔的海拔 这块之前呢是一个Ghost Town 然后其实还挺大的 是在1898年到1910年期间活跃的 之间这块还有什么理发店呀 那种就是小商店都有 这个建筑我之前来的时候 它是尖顶的 还有一层 我估计就是塌掉了 这就是它上面的顶 我知道我可以找一下 那个有没有历史的那种图 应该是能找着的 它原本是一个完整的建筑 现在都已经趴了 离开了这个百年前被废弃的采矿小镇以后 我们渐渐渐地接近了树线 这就是在转型的建筑 从这里的建筑 那些人的建筑 在建筑部的建筑 在建筑部的建筑 还有建筑部的建筑 现在的建筑部的建筑 现在的建筑部的建筑 因为植被覆盖的减少 路面被溶雪侵蚀的痕迹也越来越重 再加上路旁 溪流也变得越来越醒 这些景象说明我们离源头已经不远 感谢观看 虽然天鹅河的源头已经近在咫尺了 最后一段路却异常的艰辛 除了抓地力越来越差之外 更高的海拔也让车辆的动力有了较为明显的损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经过一系列的雨陡坡 碎石的较量之后 我们终于在路的一侧 看到了天鹅河的源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